是 她兴了这么多年 大概得花有多少钱了呀 那大石她治病 她碰了5岁 还在这四米处 她这原有什么 她说这样可以治病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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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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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太怕 小宁跟我说有一个阿姨跟我们求助 而且是关于她孙子的事 非常的紧急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哎 您好 孙阿姨是吧 您说 怎么回事 我刚刚那个孙子五岁了 我叫阿姨妈不是送给你一系啊 结果你咱还说孙子了 我本来说 她还听一月了 她还想说自己想来 就是高中期的警察生 现在把那个当时给她帮我 给她帮我证实想好人物 私密处你知道吗 那大师她治病 她碰个五岁孩子私密处 她这原有什么 她说这样可以治病吗 对 她说这样好坏 您这积极就是 让你这个儿媳 别那么相信迷信 你对什么孩子生病 你相信科学 你去到医院里边中西医都行 但你别去找人算这命 是不是 您是这么意思对吧 对 我就这个意思 她信这玩意信多长时间了 从海 从直到现在自己放下来 那也没有初步的估计一下 她信了这么多年 大概得花有多少钱了呀 对小姐 实在买了吧 呃 孙阿姨 您看啊 如果说我们介入这个事情 您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引荐人 网络的估计也不少 不想给您这个早上 您如果觉得您不方便的话 那您儿子他可以帮我们引荐一下 我儿子在这个好学 如果没有骗子她说了 她也跟她说了 你觉得更不坏了吗 就这事我们得自己下来想想办法 国际这一点不稀 好吧 您别急 我们尽快去解决这事 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 总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 在此呢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挺有必要 赶紧处理一下 因为这个小孙子 她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你像你发个烧感冒 你本来打一针就好了 你通过那个像孙阿姨说 她身后扎在梦中小身 写入模糊子 然后你那个小孩子 她是能乱横的吗 这些所谓的大师神冠 咱接触多少了 到现在为止 就我碰见了 全部都扯大 我奉勸这些大师啊 害人中害己 我和妈妈 最有现实 慢一点 你好 是万大师是吧 我们之前在那个微信上沟通的 我们在这身边溜一溜 小宁又好 你们两个人呢 既然按照我们计划呀 闹得稍微大一点 一定要引起她的注意和好奇 这录什么呀这是啊 是朋友介绍来的吗 然后想录个小视频 录可以啊 别声张啊 下一步说吧 就是联系我的那个小银 小宁 对 你们是有什么事情过来找到我呀 这羊毛大师 最近吧我这边家里的孩子天天咳天天咳 上院查的都查不出什么问题了 有没有这个办法就是给孩子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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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孩子多大呀 孩子不大 现在年三岁 三岁看你们两个面相是个男孩子吧 对 那是太子了 上官天咳 下官相 命里一个紫禅星 挺好的 孩子今后吃穿无忧 在下山路里面不太好啊 孩子年幼丧富啊 啊 啊 我在这儿呢 大师你又乱说什么话呀 父亲这宫里面有一颗天煞星 家门口是不是放只老虎 门口有虎煞 不可能 那是当时我请的高人说这是辟邪呢 这辟邪吗 这是招邪 听外大师的准备话 你还得住那床下面压了只红袜子 没有的话 我立马 我登门道歉 你帮我算算可以吗 你们是一块的吗 是 不认识 不认识你先在边下听一听哈 你别着急 对 你还那咳嗽那事 咱也把这事说明白了哈 对对对 这身上眼 很有可能啊 父神不赶紧弄去了 家里面最近有只宠物死了 是有这么回事 说不好听点哈 你别看这小动物是个畜生 他这个回事就牵你家孩子身上去了 回去之后哈 三辆白醋三辆油 抓三斤当归蜂蜜两勺 踢上吗 不是大事啊 这又是门前的东西嘛 又是蜂蜜又是米的 嗯 这个东西 咱能不能拿点实质性的一些东西来看看 没事没事没事 心服口服啊 我看看啊 一会你呢就看我手势了 当我做出这样的一个手势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了 我怕呀 跟我们去说这件事情 他不能真真正正的有效的 让他去相信这个事情 三十秒之后 一男的穿小黄衣服 黑短裤打着电话 暴暴躁躁了 从这儿走过来 哎我去 真有 诶 怎么看不懂 哎呦我都天天放我梗子哈 小心小心 不用买大事太准了 你还不信吗 大事 大事我还安心就靠你了 说的偏方记下来 记住我大事对不起 大不敬真的大事 给孩子稍微闻一闻 不用喝倒掉就行了 好好 顺着马桶立马冲走 这事呢 这回它就飘了 好好好 谢谢大事 大事加你个微信可以吗 你们先回去吧 好好好 谢谢大事 谢谢大事 大事我加你个微信可以吗 大事出去 我家还先 您坐啊 您坐 我们家还会五岁吃不喝 也不想睡觉 就哄哄饿饿了 跟大事说啥啥也不回 也就跟动血似的大事 你看那边有什么好的办法 来帮帮我呀 孩子就是 对 您怎么知道的 缘分 今儿出门的时候 也给自己算上一挂 跟你有缘 你知道吧 对 小男孩儿 走的时候写个画画这块 对大事 然后孩子老是生个病 是 之前还找了一个姓刘师傅 这个孩子开着雪门 父亲叫 对吧 对 你怎么出的大事啊 你这事啊 可比刚才这两口子事要严重得多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引起来的呀 再往下说呀 这事就得耗费我功力了 你家里微信给你发红包总可以 不假不收红包 我也不收钱 这人太多了 先让姐也不说话 好吧 行行行行行行 小男孩儿在那儿没事吗 没事 你家妈儿也在那儿 他们那儿喜欢 跟你讲啊 啥我就知道 这是很麻烦吗 比较难 哎呀不行 这个点我算了算 八卦四项里面啊 人都挺多 带你去一个宣案的案发现场 好 让你知道这件事来龙世脉 好 这样你跟我再走一家屋 好吧 有一点点跟你说道 这边来来来 这是你家地下停车场是吗 嗯 是的 北斗神像啊 寂寂如着亮 来猪子带我去 猪子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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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搞错的话 这是你家车吧 是的 这附近呢 有一条野狗 这野狗啊 原本是人家里面养着 嗯 后来被遗弃了 怨念极重 我们这些成年人啊 身上有三盏灯 小孩子没有 你们下了车 从这儿往下走的时候 那野狗啊 就死在我现在脚底下这个地方 你孩子呢 就踩在这魂上 这圆魂呢 现在一直就附在你孩子身上 怎么附啊 我现在给你支招 抬上门锁 抬上门锁告诉我 冤鬼气神 该如何不 就今晚 看了时间 11点50的时候 再带孩子来这儿 12点跟孩子说好了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站这儿一动别动 你背过身去走百步 往你家的方向走 你知道我手里面这条猪是什么吗 这是我师门这边 所有的气功 给我攒成了这样一条佛猪 我想用气功帮你测一下 大被颠覆 急急如令 这猪咋飞起来了 闭嘴闭嘴 闭嘴闭嘴 我现在准备了一套玄学 好比说空中漂浮 看我手里面这条 盘了四五十年的珠子了吗 它现在呢 就在我的气功加持下 漂浮在半空当中 在中间究竟有什么玄学 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是装了一个道具的 什么道具呢 隐藏的一条魔术线 所以我们到时候呢 就会用这种道具 引他入钩 让他相信 这个大师确确实实有硬气功能 我们最终目的 并不是为了从他身上 索取到任何的钱财 而是让他知道 所有的眼见为实 都不一定真真实实 真的是灵力啊 腹部 腹部 好 现在给你画个结 你知道吧 今晚这魂留在这个地方 你孩子老老实实 就可以走掉了 好 无论听见孩子怎么哭 怎么叫怎么喊你 一定不要回头 就不能回头 不能回头 这边感谢您 帮我给孩子 继续出去 真的 我呢 是你这辈子第一次见了 我什么费用也都不收你了 但是感谢感谢 我觉得咱俩人有缘 事后呢 好好善待孩子就可以了 原来你加了你的微信 你现在做好多 我最好松你一下 好不好 微信就不变了 你搬红包吧 不需要 不需要 那女儿是上去了吗 上去了 上去了是吧 就是最后玩整个威力 加了微信 给我转红包 你知道吗 我说原没动 下来之后呢 女儿去联系联系那个保保 让她今天晚上呢 儿子跟她一块 这老婆给他们打电话 我们俩都直接接就行了 我们刚才来手看过车了吧 别人那个车位先给人打个招呼 让人挪引挪 咱先愿用这个车位用一下 到时候那个小孩在那一站 咱们冲出去 就给她撸上了车去了 这女人呢摆布之后 长得一天孩子没了 这就是吸引这些流氓神棍算命大师的下场 看她到时候害不害怕 希望这件事情过后呢 可以帮她真真正正的 别再去相信这些组织的神棍而不是鲜血 这些组织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买个安心 让我们好多些准备 我现在这边机场的这个车帮够 好了 大家打开一话 现在是十夜四十五 我们又回到这个地亚电视场 决定进行接下来的这个计划 我们先把灯一关 得到时候过来看一下 来来来来 过来 这就是你小桃子 走走走走 刷一什么东西 啊在这让它别动是吧 应该是 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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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的我打到十二点了 天下的你都不得起来好不好 大招 那边女的去逛不过乖角 过了啊 小朋友啊 你妈妈是XXXX 她让我来接你 行不愿意吃这个零食呀 谢谢 叔叔身上还有好多 这个就是叔叔车 谢谢 来 过来吃 等等妈妈 小桃子对不对 哎呀 怎么有点咳嗽啊 最近是不是有点生病啊 嗯 我们在这等妈妈好不好 这几包都给你 哈 谢谢叔叔 嘿嘿 真乖哈 听话 妈妈走的时候害不害怕 害怕 嗯 来 小哥你走 我去啊 这桃子 这桃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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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逃 那个 姐 我刚刚看那边有个人带着个孩子上车了 在哪儿 在那边 你跟我说 不是 逃逃在哪儿啊 你认识吗 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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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管我的孩子 我们管你孩子的话 你现在就见不着了 妈妈 别哭了 你不能妈呀 你在这儿站着吗 你老信一些算命的 甚至已经信到把孩子独自一个人 扔在这个停车场里面 你敢头都不转了 往前走一百步啊 那我不是这样一扭 我觉得你做的是正确的吗 什么是正确啊 什么是错 香哥 我带孩子先下去 我怕吓着孩子 他妈妈就不要跟他在叔叔跑棉好不好 他妈得管走了 现在说什么又没理好 我这么做总有我的理由 对不对 我就是你婆婆和你老公找来的 我第一点跟你说 不要再拿那所谓的大师的一些说辞 去怎么样对孩子了 在这个世界上赵研发有很多 但是孩子的命 你们这段关系只有一次 他们收你的红包 收你的钱财 那个才是他们的目的啊 孩子生病 你带了孩子算命 你给他开背抽洗啊 现在这感冒好了吗 上车磕到现在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们要告诉你的就是 上午所谓什么大师 和你之前找的大师一样都是假的 我一会儿我会放给你一段视频看 孩子并不是我们强行掠走的 没有 孩子是因为害怕 忽然有个人伸出援手 他才会这么轻易跟着走 这个事情我希望你能看清楚 嗯 因为你陪孩子的时间少 你要忙工作 所以你觉得这些东西 起起伏算算命 就是对孩子的好 但是你像生病这样的事情 你不应该去找这些所谓的骗局啊 我希望未来你真的可以多花时间陪孩子 而且你也多相信相信科技的力量 好不好 嗯 好 那孩子如果生病了 你应该去干嘛 体育医院 给他挂最好的 好 带他看最好的医生 我再去找大师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也就放心了 希望您通过这个事情 您真的可以认清 这些所谓的迷信的东西 它太缥缈了 嗯 明白 你婆婆对我们的诉求就是 希望您可以认清这些迷信 别再沉沦下去了 这个我会说 然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以后我会好好过日子 好好陪孩子 快回去吧 快快帮忙去吧 一 二 三 慢点哦 叫我啦 嗯 拜拜 拜拜好不好 拜拜 我知道这家长 对孩子好有千万种方法 你有的愿意花钱 你有的愿意卖命 但是我希望的是呢 无论花钱卖命 找对方法 别是误入歧途啊 我劝告各位啊 今后不要相信这样的东西 下不我们也会跟他家里面的人 多多些想一个构筹呢 希望是他通过这件事情 真真正正常的可以想明白 好吧 这里就有的愿意花帮 我们之后也会继续跟进这件事情的竞争 谢谢大家 penguin 第二观盂 二 屙 三 二 Duty